槟城寒江三校董事会将于3月23日举办一场筹募晚宴 为寒江传媒大学学院筹募发展经费 寒江三校执行顾问丹斯里·拿斯里·陈国平局生表示 主楼的软硬体设备预计耗资3000万令吉 而董事会相信可通过寒江传媒大学学院筹募发展基金晚宴 筹获1500万令吉 寒江三校董事长南州司里黄自信表示 他特别感谢宾州中华总商会挺身而出 依然接受该校的邀请 联合该校董事会一起筹办筹募晚宴 我要借这个机会 特别感谢宾州中华总商会 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依然接受本校的邀请 联合我校董事会一起来办好 这一场富有意义的筹款晚宴 该晚宴将在G Hotel举行 为了筹募这个筹募晚宴 该校董事部成立一个以上会会长拿斯里 祖有成及该校董事会会务部门 也是冰廊与操作会馆主席 拿都司里黄自信为首的工委会 另外 寒江三校董事长拿都司里黄自信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根据大学学院的赃程 董事会正式委任单司里拿都司里 陈国平局生委任寒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创校名誉校长 他说创校名誉校长已经同意设立一个特别奖励金计划 并由单司里拿都司里陈国平局生全数捐献 命名为韩大名誉校长奖励金 提供50份奖励金 给予报读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学士学位课程的全国读众生 每一份奖励金为5000令吉 宾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拿都司里朱友诚表示 商会虽然是一个商业社团 但是会员们在商业之时 也不忘取知社会 用于社会的理念 并特别关注教育领域 因为教育是一个社会及民族资本 只有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个国家和社会才会有前途 韩时新闻记者采访报道